今天没等到那个666的游戏 却等到了合金装备3 《石舍者重制版》的一段新运报片 公布了游戏引擎 用的是虚幻5 明年的黑神话悟空 用的就是虚幻5 还有巫师的新作 古墓丽颖的新作 勇者斗龙的续作 用的都是虚幻5 所以我推测 合金装备3应该也会在2024年发布 从画面上看 太强了 细节满满 丰富程度太牛了 这画面不知道咱们那个PS5是否能带得动 这款游戏不是索尼PS独占 会登陆Xbox和PC Steam 之前有很多评论说我 这也不玩 那也玩不进去 问我到底玩过什么游戏 现在可以说了 合金装备3《石舍者》 我打通关了 当年在PS2上通关的 在全英文的状态下 没看任何攻略 不知道游戏背景的情况下 稀里糊涂的就打通了 游戏不难 但是很爽 对居战很酷 最后的那个BOSS战很美 小岛秀夫的游戏 别有一番味道 很有心意 很有创意 这游戏玩起来不枯燥 所以这次 我会买合金装备3的重置碗 不只是为了补票 就为这画面也值了 推荐给不了解 这款游戏的玩家们 本期节目的 那边的 我们下期待